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长辈们常常苦恼,找不到好牙医怎么办 看牙医前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呢 长辈牙齿保险又要怎么买呢 一起来听听Kenny和Winnie怎么说 今天在节目里面请到我们在 起因健保的负责人Winnie的节目里面来 跟我们聊聊牙痛要人命 和死不了,让你痛得要死 的这么一个话题 因为我自己本人做了一段时间 无耻之徒 因为没有牙齿嘛 因为牙齿被拔了嘛 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讲 大概在一年,差不多一年前 我到出差到东南亚去的时候 在台湾,然后有一颗牙齿 突然间就掉了 所以马上在台湾就找了一个牙医生 去消毒,然后去补了骨粉 想要织牙的话,那是不是补了骨粉以后 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让它稳定住,骨头都长好了以后 才能够织牙 这个动作的话在台湾做完了 那在这边呢,我就要开始去找医生 做织牙 你知不知道找个牙医生 很难 很辛苦啊 为什么? 第一个,过去的牙医师 我所认识的都从小帅哥变成老帅哥了 已经从真的认识他这四十几岁 五十岁 到现在都已经到七十了 有的时候我宁愿多花点钱 知道这个医生可能比较贵 宁愿多花点钱 那可是呢,希望打麻药的时候 不要让我太紧张 让我痛 然后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之中 也不要让我那种 好像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那有的时候就让我讲到了 想到一句话 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我刚才吃了止痛药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牙痛吗? 不是,我去止牙了 那里面止牙第一关 是不是要先把那个根要放进去 哇,然后就听到旁边那个转子 那个声音也很可怕 反正呢,时间虽然不长啊 大概从开始到结束 大概三十分钟时间 我从头到尾就闭了眼睛 再带个耳塞,不要听到声音 快一点结束啊 那您花费呢? 植牙据说很贵呢 是的 但是因为你不要忘了 我在做什么生意的 保险 是的 我是做保险的 那我们公司买的牙齿保险的福利 也是买得非常好 那所以说呢 到目前为止 医生并没有跟我谈 要我付多少钱 就止牙也没有 也没有 也是说 我们跟你的保险公司 去申请的费用 为什么要找我们呢 那个Winnie来这边 跟大家聊聊牙齿 尤其是长辈的牙齿 那因为很多保险公司 那个就轻易健保的部分 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福利 当然了 我也听到 有些客人跟我讲说 那某某牙医生 哇好厉害 好狠的 一下就把我的钱给拿光了 对 但是现在真的好的牙医生 不知道要从哪里去找 这个真的是我听到 最多长辈朋友 跟我抱怨的一个问题 好 那你讲的好 身上哪一个部分好 价钱好 技术好 还是什么好 还是一开始就讲了嘛 要钱要命嘛 OK 我现在决定要命 钱多付一点 只要 让我心里面没有太大的压力 只要不要让我痛 但是我这边有很多长辈朋友 他们都不是说 要钱要命的问题了 而是说 本来你约好医生 要去直牙的 那医生嘴上答应说 好的 好的 我给你直牙 结果你去了三次 他三次都在给你洗牙 所以他们好像就是通过洗牙 先把保险的一些钱收到 然后呢 至于客人要的服务 可能能不能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都不是要钱要命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很多牙医有一些操作 就是我们其实做保险的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评价这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有很怕客人问我 哪个牙医好 我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你如果对牙医不满的话 你觉得说 他明明被帮你直牙 只帮你洗牙 他怎么可以收你这个直牙的钱 你应该是跟保险公司讲 那保险经济的话 那就像说 我们在办公室 在这边 南加州有六个办公室 大概我们的客人 也都分布在这个区域里面 那这些医生 我们也都知道谁是谁 你今天 你跟那个牙医师 有了任何的争执 你要我去帮你讨公道 尤其是他去build你的保险公司的钱 然后我要去代表你 去跟你的牙医师 把他build的钱拿回来 你说有可能吗 吃进肚子里面 他会因为给我面子 他把钱还给你 所以就是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讲 如果你觉得这一项 你当时就觉得有疑问 那么你就先不要先给钱 先问清楚 这个是做了什么服务 但如果你真的先给了钱 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帮你邀回来 在奇运健保里面的 牙齿的福利 现在最高的可以cover到多少 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到4000 但是呢 就是看您的保险的种类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牙医 当然不是大部分牙医 可能少少的一部分牙医 可能他看到你的这个牙齿福利有4000 他可能去你去的第一次 他就帮你把4000都花掉了 等你后面要做后续服务的时候 可能发现保险的已经用光了 但你可能根本都还没有做到你想做的部分 那下次呢 我们的听众要去弄牙齿的时候 那你要跟那个牙医师先柜台了 往往的医生不会给你谈钱 都是柜台给你谈钱 你就跟他讲好 说今天这个我的这个福利是多少 我这次来这本洗牙或者说深层洗牙 或者什么东西 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先谈好 先谈好 OK 你如果说你跟他把这些东西都讲好 白子这次都你递下来的话 大概这种意外比较不会发生 那刚刚Kenny提到这个 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 就各位长辈一定要就是问清楚 那从红兰卡保险来讲呢 那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 对于Medicare红兰卡 它本身其实它是没有包含牙齿的 那都是您额外买的这些优势计划 或者是supplement 是这些保险单独赠予你的 那对于我们优势计划的长辈来讲 如果你想要牙齿好的话 那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呢 它会提供一些津贴 有些可能提供1000块的牙齿津贴 20003000或者甚至4000的牙齿津贴 那您可以就是要选择一下 那同时还要注意 就像刚刚Kenny提到的直牙 有些保险公司 虽然给你提供几千的牙齿津贴 但是它可能是不包含直牙的 所以你可能只能去做别的服务 那如果像一些是购买supplement的长辈朋友 那虽然每个月付了更高额的保费 但是里面其实是完全没有包含牙齿的福利的 那如果您想要牙齿的话 需要单独再购买一个牙齿保险 那在此提醒大家 有一些保险公司提供的牙齿保险 是有一个等待期的 是可能要6到12个月的等待期 所以就会有客人回来跟我complain说 威妮我每个月付了50块钱 可是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抽牙神经 医生让我等6个月 那我这个保费不是白付吗 这个牙齿保险有什么用呢 对那我们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 这个6到12个月是一个等待期 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加在里面的条例 所以大家一定要问清楚 比方说你要去植牙 你过来选保险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威妮我要去植牙 那我就会知道要推荐怎样的保险给你 那特别是像有一些长辈 如果你现在是有红蓝卡加白卡的话 那现在真的有一些保险计划 牙齿的福利给的非常多 那植一颗牙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呢 任何客人进来 我们会有一个表格先要问清楚 你今天你最重视的是你的眼睛 你的牙齿还是什么 或者有的人说 我今天我因为是有心脏病 有高血压 或有糖尿病或什么 那我们知道你是因为有什么病痛 你在那个方面 我们就知道说哪个保险公司 在哪一个plan 是针对这样子的客人 是就是还会根据您吃的药 因为像如果心脏病糖尿病 他们吃的药通常都比较贵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把你的药排在第一位 然后再问你需要怎么样的福利 反正就是大家选保险计划 一定要先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 我们才能帮你选一个最适合的保险计划 如果说华兴保险 真的从出生到年长到死亡 这一路上面的健康保险 我们都有在涉猎 而且我们都是在华人社区 尤其在南加州地区 我们真的是服务的对象 是应该是最多的 所以说当你碰到了什么 你不知道如何解决 只要是我们华兴保险的客人 随时打电话过来 让我们跟你配合 那当然了 刚刚讲到牙医的部分 那牙医的部分的话 我们实际上也认识蛮多的 好的牙医 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的话 如果你有这方面需要 我们也告诉你说 该怎么样去跟门口的 这个管保险的小姐 先去沟通一下 你觉得说我今天要的是 我的健康 我的牙齿的健康 可是如果你觉得它没有做到 那你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记住可以找保险公司 而你的保险经济 包括我们华兴保险在内 我们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代表你 去跟你的牙医师吵架 所以说不要认为我们 怎么这个售后服务都不做 我们的售后服务是让你去 把你的账单搞清楚 跟保险公司说清楚 讲明白 那我们会做 但是叫我去帮你吵架 我不会做 让大家知道 我去帮你